来来来,发电哥告诉你想要盖农舍需要什么条件 依法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买农舍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盖农舍 那买农地跟买农舍的条件 发电哥待会讲一下 为了防止违章工厂还有违章的建筑物 所以在农业发展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条规定 只有农民才能够新建农舍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任何人都可以买农地 接下来发电哥来跟你详细介绍一下 只有农民才能够新建农舍资格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购买农地 这个部分蛮多朋友询问的 那发电哥来说明一下 那什么样子的条件叫做农民呢 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 你就是农民 那农民有哪些条件呢 第一个你要拥有农保 就是农民健康保险 第二个呢 你的这个健保的类别为第三类的保险人 你投保单位是农会 第三个条件是你要减负农业生产相关的佐证资料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买农药啊 买肥料或是你的农产品有出口到农会 农会有帮你卖 会有一些收据啊 这些这些佐证啊 发电哥讲一下 新建农舍的资格啊 依据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 第二条规定 第一个你要年满20岁或是你已经结婚的 第二个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 及他的农业用地是在同一个县辖市啊 然后呢 取得土地跟户籍的登记时间都要超过两年 第三个 我们要盖农舍的农业用地面积不可以小于0.25公顷 就是2500平方公尺 大约是756.25平 这个就是我们申请农舍的资格 但是有个条件啊 如果你是旧农 你是在89年1月28号之前 取得农地 继承农地或被赠予农地 你就是可以不受2500平方公尺的限制 那申请人必须是没有自有的农舍 这个条件 第五个农舍的新建不能够影响生产的环境 还有农村的发展 符合以上条件的农地 就可以提出新建农舍的一个申请